接下来关心交通建设的消息 改善苏澳市区连接苏花公路的海山西路拓宽案 目前已经确定要将原来的15米道路 拓宽成25米 但是要如何拓宽却引发两侧的地主不同见解 苏澳镇长陈金林表示 为了公平起见经过协调 已经确定两侧各拓宽5米 路中心维持不变 要改善交通 拓宽易塞村路段是苏澳镇首要的工作 县政府已经迷变更新马地区的都市计划 第17号道路也就是海山西路 将要次资3亿8千5百万元 将现有的15米拓宽到25米 但道路要怎么拓宽更有不同的看法 那有些单位是希望产销单边 如果单边的话虽然是少拆了一栋房子 但是会造成会让人的所谓的质疑 正常也表示海山西路透宽的原则 将采原道路各退5米 虽然说会多拆一两间房子 但不乐人口舌公平原则 是他最想努力的方向 所以苏澳镇公所 我们在日前的一个会议上 也建议西兰先生府 我们希望未来是朝等边 等边透宽的方式来进行 同时目前我们已经把这个生活圈的方式 把这个道路透关工程 我们送进县的都市计划委员会 准备做专案的变更 那到刚刚用完成一个程序以后 我们就进行所谓的用地的取得 这个在整个过程中 我们苏澳镇公所为全力来配合 这项道路的一个透宽 第17号道路全长是1300公尺 总金被约估要3亿8500万元 而苏澳镇公程部分的路段 也将在106年通车 虽然说这项工程赶不及通车之前来透宽 但苏澳镇公所对交通建设 继续在努力当中 一轮新的记者 来一下理财的报导